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人密切监视 所有人密切监视 能不能让邮轮返航 现在发布一条紧急通知 由于本船发现一柱机械故障 需要返航 老子不让他返航 看他怎么办 哥儿几个 走 跟我去火藏拿酱 文峰 船要返航了 真好 有什么 冲我来 听见没有 冲你来是吧 船长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现在 我是这个船的主人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这是一小时之内发生的变化 病菌发展十分迅速 继续成倍的增长 主任 这是病菌的化验报告 好 继续观察吧 主任 感染速度这么快 是不是数字有问题啊 一般的传染病菌的速度 没有这么快啊 数字绝对没有错 我也希望它是错误的 可我已经计算核对了好几遍 十分钟之内 一个病菌繁殖出数百个 而杀死了其他细胞 它不断地在寻找下一个细胞 直到全部杀死为止 不过奇怪的是 这病毒好像暂时不杀死 A型血和B型血患者的细胞 因此现在被感染的 只是AB型血和O型血的病人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是查找病菌的来源 研究出这种病菌的抗病菌血清 主任 这病菌 是昨天晚上一伙盗墓人 从古墓中携带出来的 病菌来源无从考证了 如果是这样 就只有靠我们自己研究了 这下难度太大了 大哥大哥 有直升飞机跟上了 有直升飞机跟上了 有本上的人听上 我们是警察 我救了 希望控制有本的人放下不弃 不要伤害成哥 这一帮人来这么快 你盯着他们好好开船 要是不听话就开枪 邮轮上的人听着 我们是警察 希望控制有本的人放下武器 不要伤害成哥 快让船车停下来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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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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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给我滚 给我滚远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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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追 我们下来 再追 快 我就杀了他 希望你们不要张开人质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反常就没有用的 巡逻舰队二号刘彤 呼叫指挥中心 船上劫匪扬言要杀人质 我们不能靠近 请指示 是新闻风他们一会儿的吗 不是 这会儿人没见过 先不要靠近 保持距离 稳住劫匪 保证人质的安全 是 收到明白 船上的劫匪故意 你们被包围了 小哥 快干吧 你把人给我放了 三哥 三哥 你赶快把人放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让你把人给我放了 现在不是你说了算 这位大哥 能跟你商量个事吗 什么事 我只是想说 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目的也是一致的 现在又同坐一条船 咱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 我怎么知道 你小子是不是警察呀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怎么能证明你不是警察 你的这个疑虑 确实有点难以证明 要不这样 我拿枪指着你的头 不开枪不杀你 你觉得这样 我还会骗你吗 你这是说胡话的吧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你以为我会把枪给你 让你拿枪指着我的头 我脑子没坏 是你不明白 大哥 是哪条道是混的 今天 我栽在你手里 我认了 开枪吧 不过 我得知道我死在谁的手里 让你死干嘛 小冬 把枪给他 可能我们都有 同样的目的 我们 都不希望 船驶回码头 现在我们只能同舟共计 等这事完了 咱们各奔东西 你觉得如何 全凭大哥吩咐 小弟姓张 大哥怎么成功 好说好说 我姓谢 我不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什么的 也不需要你打听 咱们有共同的目的就够了 我看还是把人压到宴会厅里好管理 好 全听大哥的 弟兄们 把所有人压到宴会厅去 走 走 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走 三哥 带书仪下去休息 快点快点 文风 好 你们要干什么呀 这里有我们的事你就别管了 三哥 去吧 霍小姐 请 文风 文风 走 文风 走 文风 齐大哥 咱们现在怎么办 听我的 你只要控制好人质 我负责让船继续航行 别忘了把所有人的手机都收了 好 但船上这么多人发病 可怎么办 我想警察会帮我们解决的 我想警察会帮我们解决的 警察会管我们吗 他们总得管人质吧 对 对 咱们有人质 这样先把对讲机都发给咱们自己人 对讲机在下面收不到 对讲机让甲板上的人用 下面的人用内部电话进行联系 乖乖 这可怎么办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 可是船上开始爆发一种传染病 船上没有抗病毒血清 所以我要请你们立刻返航 让你的人和乘客接受治疗 别说得那么严重 等等再说吧 你先下去吧 让你下去 听见没有 快走 快走 霍小姐 霍小姐 干什么去啊 我出去走都不行啊 霍小姐 谢总吩咐了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只能待在船舱里 不能外出 你凭什么来管我 让新闻凤来见我 让他跟我解释 对不起霍小姐 谢总 他想来的是我才能来 我没法帮你去叫他 你们这群混蛋 报告局长 我们现在不了解船上的情况 许罗二号 许罗二号 许罗二号呼叫指挥台 呼叫指挥台 请回答 许罗二号 许罗二号 呼叫祥和号指挥台 听到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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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和号 判局 怎么办 他们不回答 再等一等 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判局 那我们总不能这么等下去吧 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我们大家先不要着急 一定要沉得住气 你们老老实实地开船 其他的事什么都不要管 你们知道吗 我们派人呢 从那个地方过去 然后再派人 从这边包抄过去 你看 我们呢 派人把他们围在中间 这样他们就跑不了了 我请个电话 我请个电话 去吧 喂 是我 喂 燕娟 你再忙吧 我本来不想跟你打电话的 菲菲 你刚醒啊 注意身体啊 思远到了吗 承远 思远来了吧 那先这样 我还有点事 等忙完了 我给你打过去 喂 喂 燕君 思远 口渴了吧 来 挨一点有饮料 嗯 知道了 喂 你好 潘局 报警中心打了电话 请您接二号线 喂 喂 我是公安局长潘世博 请讲 喂 我是船上的三副钟永涛 现在向你们说一下 这里的情况 好 您说 我们听着 现在船上有两伙飞同 我也不清楚他们是干什么的 船长已经被打死了 大副随文波被歹徒逼着开船 所有的乘客都被赶到了宴会厅 但是最要命的是 船上好多人得了一种怪病 船上速度极快 我现在急需要电路图 你们赶紧派人送来 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船返航 你们送来了我才出来 船太快 我们的人无法暗中上船 那 这样吧 我们想办法派人上船和你接应 好 你们尽快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邮轮停下来 你们好登船 一定要小心点 邮轮来了 潘局 资料出来了 这下好了 终于有了条眼线了 老赵 这个三副周永涛为人怎么样 是个很能干的小伙子 电脑高手 有十年的海海经验 太好了 总算有点眉目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怎么才能让船停下来 我在想 既然是船上的传染病 开始爆发了 那肯定是张大胆他们带上去的 我真不知道 这个谢文风 现在作何感想 谢文风吗 我是潘世博 你是不是不敢接我电话呀 你怕我吗 你不为自己想想 也要为你手下想想吧 我告诉你 你的手下得的是一种 罕见的快速传染病 如果不及时控制 就会 会无药可救 你明白吗 这个船上所有人的生命 都掌握在你的手上 潘局长 我真得 好好地谢谢你 你说得很对 我现在很需要抗病毒血清 你们能给我送来吗 我会万分感谢 可以 正好办 我会满足你的要求 但你必须停船 否则我无法给你运送药品 你们用快艇给我们送过来 好啊 我们达成的协议如何 什么协议 我们给你们抗病毒血清 你们释放一部分乘客怎么样 至少把有病的乘客放过 行啊 看来我只有停船来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请你们把我父亲谢莫辰 送到船上来吧 什么 你父亲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 这你们就没有诚意了 潘局长 别跟我玩小儿科了 你们要是有诚意 就这么办 如果没诚意就算了 我给你们十分钟考虑 潘局 他怎么知道谢莫辰被抓了呢 我们抓了天儿吧 陈彦华给您要把打电话没人接 傻子都能分析出来吗 就这样把谢莫辰给放了 这也太便宜他了 再说这血清 不是也没研制好的吗 燕局 你看这事怎么办啊 我看这事啊 咱们给他来一个欲擒故作 是啊 不管怎么说 也得先把船给他停下来 老赵 把那个船的图纸拿来 我们研究一下 你们看 你们看 这是船嫌 这里是马连仓 如果不走船嫌 就只有走毛连孔了 这样我们才能上船 对 潘局 那派谁上船呢 难度不小啊 看来只有派特警队员上去了 我还以为派我去呢 就你啊 虽然你们都不错 但是缺乏特殊的训练 要找水星好的人完成任务 好 燕局 去找一个水星好的特警队员 再派人把谢莫辰也给带来 是 好 我们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但你必须信守诺言 这才爽快嘛 好 我现在就停船 我给你们半小时时间 你们一定把人和药品给我送过来 我们没那么快 要人和药品一起到 得一个小时 那就先送药品吧 等我爸来了之后 我再释放人质 好吧 我警告你 别耍花招 要不然 我随时可以杀人质 那我们就这么办 好 听船 这次行动就全靠你们了 好 老哥 你好 拜托了 拜托了 好 在完成任务的同时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是 请首长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好 李亮 你带着药品 一起登转 是 可以出发了 老哥啊 谢谢 谢谢啊 请 就按这方案来吧 去吧 好 喂 喂 喂 哥 书衣 哥 你快来救我呀 温风这个混蛋 他疯了 他与别人抢了船 还把我关了起来 书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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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搞的 叫你看个人都看不住 他说要上座所 这我不注意 你少那么多废话 甭给我解释 走 你们这只混蛋 许文彪 你的条件 我们已经答应你了 请你保持冷静 韩局长 很厉害嘛 连我的真名你都知道 还是你厉害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用了那么长时间的假评 但是你再厉害 也终究逃不过 人民对你的审判 废话少说 我再说一遍 这是个意外 我会遵守承诺的 行了 别杀了 把药箱交给他 来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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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韩局长 我警告过你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谢文芳 你想说什么 咱俩不用打雅弥了 你做了什么自己知道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否则的话 更多后果自负 刘亮 刘亮 你听着 马上去船尾救人 行动要快 叛局 送谢墨枕的时候 让我去吧 你去 你要上船 对 我上船 可以用我多换些人质 不行 副队 您让太危险了 叛局 我上去呢 有两个有利条件 你想啊 这第一呢 我跟谢文芳很熟 我想对于她来讲 我有利用价值 第二呢 我上船后 可以随机应变 可以劝说 或者通报情况 我还可以假装 与她合作 要是他们 根本就不相信你呢 那只好随机应变了 我想他们暂时 还不会做出过激行为 最起码 我有背叛的理由 因为淑仪在他们的手里 我想借此机会 跟她合作 还是有可能行得通的 不行不行 这样做实在是太危险了 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清潘的 为什么只给我们送来抗生素 目前我们还没有针对 这种病的特效药 只能用抗生素 来延缓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那新的抗病毒血清 什么时候才能研制出来 这个说不好 我的回答只能试尽尽快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耍什么花样 你手上有那么多的人质 我怎么可能耍花样呢 再说了 船上的无辜乘客也需要治疗啊 对 她说得很对 没你事 有你说话的分 我劝你们最好合作点 我限你十分钟之内 把人给我送到船上来 杜琪 杜琪怎么样了 还是没有 我现在也是浑身没劲 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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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是不是 这包ulla constructing 弃子 three 二 哥们 抓到那个三副了吗 还没抓到 那个轮机房谁看着呢 我俩手下 我过去看看 这一转他们都藏在那儿 这一转他们都藏在那儿 潘姐 潘姐 外面来了好多记车啊 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潘姐 不是怕引起恐慌 已经封锁消息了吗 事情难那么大 能不走漏消息吗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 警长 我还是那句话 任何人不得接受记者的采访 喂 好 我知道了 潘姐 正法北的某书记来了 就在外面 也好 这样 我可以当面向他汇报了 什么啊 某书记 你好 霍远军 你好 老潘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说我心里话 情况不太乐观 市长和市里的领导们 也得为病毒的事忙坏了 我也是抽空过来的 情况很严峻 你们能应付得了吗 我们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好 先跟我说说情况吧 验军 你说吧 嗯 请啊 阿姨 你开不玩了 真漂亮 阿姨 我还有呢 请进 潘小姐 这是霍先生送你的生日礼物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放到这里吧 好的 谢谢你啊 不客气 阿姨 嗨阿姨 我也送你一份礼物 思远也送我礼物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翻船模型 谢谢思远 这么大的盒子 你知不知道爸爸送阿姨什么呀 我不知道 打开不就知道了吗 好 你帮阿姨打开 各位观众 现在查播重要新闻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 在湾海市国际码头 发生了一起重大的 邮轮劫持案件 现在观众朋友们可以看见 大约停在十海里左右的 杨河号邮轮 遭到了不明歹途的劫持 邮轮上全体人员 都已经成了人质 警方和码头有关部门 正在积极设法营救人质 具体情况如何 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想通过警方 了解到更多的事态进展 可警方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关于事态的进展 我们会做相关跟踪报道 请大家关注我们这个栏目 好漂亮的婚纱 阿姨 你看爸爸买的婚纱漂亮吗 阿姨 给 阿姨 给你出件事好吗 是 没事 以后当着爸爸的面 可不可以叫他爸爸 摩书记 有人找您 啊 阿姨 给你出钱 老潘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万海国际刑警中心的 杨诚意 书记 不瞒你说 我们早就去找他 我就认识了 老杨 身体怎么样啊 这事也就弄你们了 你们传真的资料我们都收到了 这个谢家父子 就是几个重大案子的嫌疑犯 你们传真过来的资料 对我们帮助太大了 您别客气 我这回呢 也是专门为这个案子来的 你们所调查的 谢末臣 谢文锋一伙人 也正是我们国际刑警 一直未能抓住的薛家父子 所以呢 这回我们要冰河一出 将打一家了 太好了 我现在啊 正需要人出谋划策了 出谋不敢当 不过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也许你们能用得上 谁啊 柳胜 你还能给你帮我 没什么事 你再来帮我 这回事 这是我们要吉他 要负责的 好多的 人们 好了 我给你帮助太阳 因为我多能够 站在这边 我给你帮助太阳 你有没有见到 我可以帮助太阳 你帮助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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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的 你帮助太阳 你帮助太阳 我帮助太阳 你帮助太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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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了 一起走 不行 只能走一个 想好了吗 谁走 你这不是明改 这拆散我们吗 那没办法 谁让你们赶上了呢 那我们都不走了 不行 不走就把你们 扔到海里为鱼 你 怎么 不服 你太过分了 别动手 兄弟 兄弟 算了 这关键时刻的 别再出什么乱子 坏一个人不就咋了 何必跟他较劲啊 不走 留着整死吧 你 起来 走 安局 该来了 好 走吧 你真的不用射弄吗 不用了 盘局 那样的话容易被他们发现 那你怎么上去 盘局 您忘了 我曾经是个飞嘴人吗 我把这条给忘了 不过你上场以后 还是要多加消息 明白 我去了 就按这个传染速度 让他们计算一下 好的 我接个电话 对 礼物我收到了 我特别喜欢 收到了 本来昨天晚上我想亲手交给你 但是我没好意思 男子汉 抓贼你都勇往直前 侧母礼物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是 不是 我只想给你个惊喜 那你现在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 祝你生日快乐 就这个 我听过了 那还说什么 那你送我婚纱什么意思啊 你心里明白我就不直说了 我不明白 你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这样吧 等我回去 我亲口告诉你好吗 好 那一言为定 我等你回来 好 好 潘局长 您亲自护送我父亲上船 真让我感动啊 我告诉你 我是亲自来看一看人质的情况 潘局长 我薛某 会是那种不想游戏规则的人吗 恐怕 是你的游戏规则吧 大概裁判也是你吧 潘局长果然是高人 我就愿意与高人打交道 智商低了 斗起来没劲 我们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要点正事 现在交换人质吧 好吧 那就先请我父亲上船吧 我看 您最好 还是先让乘客们上我的船吧 好吧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给潘局长一个整数 三十个人可以吧 我谢谢你的大方 别客气 我一向大方 对了 潘局长 你可别耍什么花样 船舱里还有二十多个乘客呢 如果我父亲出现什么闪失 那些人全都得完蛋 我会耍什么花样 放人 是 放人 潘局 还没有周永涛的消息 是不是出事了 按云计划行动 靠上去 是 走 来 慢点 小心点儿 小心啊 好 请跟我来 三哥 去看看船周围 我怕他们盗鬼 好 好 我去看看 好 坐这边喝水 好 吃吧 来 快点睡 快点睡 小董啊 快快快 拿过来 快 출발 快点睡 快点睡 更快 走 打开 太心了 找你 是 天呈在心底 游游与熟悉的声音 离我远去 记忆里重新 重新呼唤着你 渴望中却感到 被鼓励 啊 不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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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倒又远近 懂得伤快不能忘记 不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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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充满感激 啊 更可 还有点忧郁 啊 不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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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遥迹 懂了什么 不能忘记 不管你 不管你 心里充满感情 安安尴尬 还有天 永远